让敌方指挥部的上空盘旋着若干攻击式无人机 将是未来战争的终极形态 2019年11月MQ-9 Reaper无人机首次搭载热询空空响尾蛇导弹 并成功摧毁空中机动目标 从那时开始除了高航程侦察和对地攻击 真正意义上具备了空对空的杀伤能力 今年3月通用原子公司公布了MQ-9B SkyGuardia的巡航导弹发射平台 这一升级意味着死神系列终于具备了装载防区外远程弹药的能力 据美国空军最新一份新闻稿显示 今年6月15日MQ-9 Reaper无人机第一次在泥土地带成功着陆 而且在着陆的过程当中还顺带展示了MQ-9运载小型货物的能力 这些货物包括战场急需的血液、关键备件、医疗用品 乃至小型武器弹药的补给等等 至此这架无人战机无论是全球站点的续航补给、发射和回收 还是对地对空打击能力都已走向成熟 无人机时代正式到来 MQ-9 Reaper原代号称为掠夺者币 是通用原子航空公司为美国空军开发的一款多功能无人机 于2007年复役 虽然它是MQ-1掠夺者改进而成的进阶机种 但是外星比MQ-1更大 载重能力更强 且具有更长的制空时程 以及更高海拔的监视能力 此外 更有别于前代机种的是 MQ-9不仅可以执行情报监视与侦察等任务 还是美军第一款具备猎杀性能的无人机 由此也被大家冠以死神这一称为 死神无人机比传统攻击机瘦小 机长11米 翼展20米 高3.8米 整体机身重量仅为2300公斤 但是它的挂载能力却丝毫不弱 外挂上限高达1.4吨 可挂载8枚海尔法导弹 6枚GBO38激光制导攻击弹 或者装备10枚海尔法导弹 和2枚GBO12精确制导炸弹 这一载重 除了得益于超长的机翼设计 更得益于强大的推力 MQ-9搭载TP-331型涡轮发动机 可输出900周马力 最大可推动战机载重4760公斤 从跑道起飞 升至15000米高空 MQ-9作战高度为7500米 在不同载荷的情况下 能保持14到48小时的连续巡航 55桩巡航距离高达5926公里 平均作战半径1852公里 巡航航速276到313公里 最大航速时速482公里 MQ-9的机组人员共有三人 分别是飞行员 感测器操作员与任务情报协调员 飞行员负责远程操控飞机 在跑道上的起飞降落 以及目标区域的巡航 另一名负责处理数据链终端信息 并根据指令发射武器摧毁目标 机组员可以利用机上搭载的多种感测器 来观察地形并监控目标 据报道 MQ-9上搭载的光电感测器 使其可以在两英里外 辨识一辆车的车牌号码 能在万米高空准确捕捉地面的目标 离不开无人机所携带科技的支持 MQ-9的吊舱内的光学设备极为丰富 机身内搭载NAPY8 Linx2雷达 MTS-B光电搜索仪 高清白光摄像机 高清热成像摄像机 以及激光测距仪 其中两款摄像机均配有可变倍率镜头 能够确保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哪怕是上万米的高空 也能对地面的人员和车辆 进行精确识别和打击 2007年之前 无人机在美军中的唯一作用就是侦查 在MQ-9服役之后 开始被美国空军 大量布置于战场的猎杀 从这一变化来看 MQ-9无人机长时间的飞行稳定性 强大的武器挂载能力 以及对地面部队的心理威慑力 和快速精确打击能力 实实在在改变了美军的作战方式 作为美军智能遥控的远程精确打击力气 MQ-9无人机号称星空下的隐藏杀手 在目标散小乱的非对称作战中 具有显著的低成本优势 不同版本 MQ-9的单一造价在1690万到5000万美元不等 平均造价为3500万美元左右 虽然这个价格并不低 但是相较于有人降使的战机 还是具有特别明显的成本优势 目前除了美国空军以外 MQ-9也被美国其他单位采购 比如美国国家航空太空总署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美国中央情报局等多个部门 都采购了MQ-9来执行日常任务 我们来看一下MQ-9在美国空军的用途 2007年10月28日 美军的MQ-9在阿富污鲁兹甘省德赫拉乌德地区 首次在实战中发射了地狱火飞弹 成功击杀了当地的武装分子 2008年3月6日 美军向媒体表示 MQ-9自服役以来 已成功执行了16次攻击任务 2008年8月11日 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74攻击连队 完成MQ-9无人机的换装 成为全球首个由MQ-9组成的作战单位 2009年3月 美国空军已有28架MQ-9无人机在意 并长时间位于印度洋区域 执行反海道巡逻任务 截至2010年7月 MQ-9无人机执行了超过 33000次密接空中支援任务 比2009年多了20%以上 至2011年3月 美军已将48架MQ-9部署至 伊拉克与阿富汗执行任务 美军MQ-9无人机飞行员总数超越了传统战机 任意一个机型的总飞行员人数 成为了美国空军飞行员数量最多的机型 2011年10月至2020年期间 MQ-9被部署在索马利亚 巴格达等多个美军基地 执行侦查和打击任务 例如2020年1月3日凌晨 MQ-9共发射4枚导弹 成功摧毁了伊朗第二号人物 圣诚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少将所乘坐的车辆 包括伊拉克民兵组织副指挥官 穆罕迪斯在内 共5人身亡 相较于空军的简单粗暴 MQ-9在NASA的日子就显得惬意的多 NASA采购的是55装版的MQ-9 取名牛郎星号 这一机型的翼展比空军版的要长 总宽度达26米 牛郎星因为是NASA专攻 所以搭载的航电系统也更为先进 主要被用来进行环境研究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共有9架MQ-9 其中2架驻扎于大福克斯空军基地 4架驻扎于华楚卡堡 另一架驻扎于科伯斯克里斯地海军航空站 这9架MQ-9 皆配备通用原子公司生产的Linx合成孔径雷达 以及雷神公司生产的MTSB光电侦搜仪 原有的光电侦搜仪也经过了修改 以增强搜寻海上目标的能力 除了美国本土 像澳大利亚 英国 西班牙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印度 比利时等多个国家 都将MQ-9无人机配备到了本国的各个军种之间 进行协同作战 截至2023年 通用原子公司共生产316架MQ-9 其中大部分都在美国空军复役 可能有人会说 区区300多架 而且还是体型瘦小的无人机 根本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 确实目前依旧还不能断定 MQ-9到底能在常规战争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从本质上来看 它就是一架人工远程操作的无人机 无论是飞行速度还是空中的灵活性 都较传统战机有很大的不足 在2017年 野门湖赛武装仅仅用尖射式导弹就打下过一架MQ-9 2023年3月和7月 俄罗斯空军也先后两次利用飞机燃油和降落伞照明弹 干扰了MQ-9的飞行路径 还导致其中一架坠入黑海 这些证据足以证明 目前的MQ-9很难充当主流的空中战力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也许看到结果就会变得不一样 首先在2022年12月 美日澳三国举行联合军演 美国以及本土的MQ-9B海上卫视 参与到了演习当中 今年3月3日 在韩国西部海域和中部内陆空域 进行的联合军演中 美军B1B战略轰炸机 与MQ-9A无人机也进行了融合性演练 3月14日 美国和菲律宾举行的肩并肩联合军演 MQ-9B海上卫视同样也加入了演习 在那场演习当中 无人机充当的仍然是近距离突防和斩首任务 今年5月 由美国空军印太司令部主办 在爱尔门多夫 里查德森和爱尔森空军基地开展的 北部边缘2023 多边联合野战训练演习中 美国空军预备一指挥测试中心 对MQ-9A无人机升级后的抗干扰能力 进行了测试 MQ-9A的卫星通信系统 可以通过卫星信道 进行远距离数据传输 提供目标的位置移动轨迹的实时数据 并执行精确打击 卫星通信系统抗干扰能力的提升 无疑会增强无人机 执行猎杀任务的可靠性 从以上的演习当中 可以看得出针对无人机致命的缺点 比如杭素曼容易被对方火力锁定 美军对此并没有做出改变 这说明美国并不怕无人机遭到摧毁 一方面相比动辄上亿的新式战机 区区3000万美元 还不足以让美军为此做出调整 无人机的任务是侦查和猎杀 一架被摧毁 那就派出两架 直到完成任务为止 只要生产现在 飞行员在 四身永远都打不完 另一方面 俄罗斯从黑海打捞MQ-9时 美国也曾表示 所有的信息都已脱敏 俄方不可能获取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这说明在飞机失事的第一时间 美军已经远程摧毁了 死神的所有核心数据 一边是猎杀性能的不断升级和加强 一边是毫不在意战机是否被摧毁 从这一特征来看 未来美军一定会更大量 更频繁的使用无人机执行任务 除了造价和信息安全 导致无人机越来越重要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众所周知的飞行员 上面我们提到 早在2011年 美军可以操作MQ-9的飞行员 就已经超过了任何异形战机 回顾21世纪前后 美国空军参与的战争 基本上都是配合情报 进行定点清除 在防空系统越发完善的今天 一架堪比黄金的战机 搭上一个比黄金还贵的飞行员 去轰炸一堆废铜烂铁般的目标 不出事还好 出了问题 就是无比巨大的损失 飞机没了可以造 优秀的飞行员没了 那就真的没了 既然都是定点轰炸 为什么不交给无人机呢 当然了 短时间内 无人机想要真正替代 人类驾驶的战机 还不太可能 但是 随着美军对MQ-9的不断加持 无人机的性能 正在得到快速提升 尽管外形导致了 MQ-9的速度 不太可能达到超音速 更不可能实现隐身 但对于一个 能在空中移动的打击弹员来说 有哪个国家嫌多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